都说美国核潜艇技术领先中国,能够领先多久呢? 中国新攻击型核潜艇亮相了,近日,一位普通中国渔民在出海捕鱼的时候, 地外捕捉到了一张令人惊叹的照片,照片中一艘外形独特的潜艇, 其指挥塔后捕维壳与挺身形成的盾角, 与此前在哈工大宣传片中出现的某新型中国核潜艇示意图, 留住惊人的相似之处,此照片一经曝光,瞬间引起人们关注与猜想, 从图上看到,此艘核潜艇具有流畅的线条,和独特的煤壳设计, 明显和解放军的现役潜艇不同, 从尺寸和外形克制分析,此艘新型核潜艇, 极有可能是中国正在研发的新一代攻击型核潜艇, 然而又有093的影子,这是国产093系列核潜艇的最新改进行, 它的出现,标志住中国在水下作战力量,迈出重要的一步, 在一定程度上,肩负住下一代攻击型核潜艇, 验证诸多新型技术的重源, 093攻击型核潜艇,是中国自主设计制造的第二代攻击型核潜艇, 相较于第一代核潜艇091, 在核反应炉、静音能力、探测能力、 航速等方面都有大幅度的提升, 不过由于中国核潜艇研发时间晚, 工业基础与技术相对薄弱, 093核潜艇的综合作战能力与美国、苏联等西方国家的攻击型核潜艇, 存在不小的差距,为了缩小这一差距, 中国科研人员在093的基础上驻手, 推出改进型的093A核潜艇, 胎型核潜艇采用流线型的围壳和填脚设计, 进一步降低水下航行的阻力和杂讯, 也因此增快了航速, 改进了静音性能, 这就是中国采取的小步快跑发展模式, 在一定的基础上持续推进, 不贪工、不造劲, 一步步打下扎实的技术基础, 从93到093BA, 再到如今的093B, 每一步都在技术上往前推进, 每一步都打下了新的技术旅程碑, 为日后的跨代核潜艇技术垫下基石, 从93到093B这三型核潜艇, 中国核潜艇技术在093B, 身上达成有轴蹦推, 非无轴蹦推, 并且配置了导弹垂发装置, 这意味了在0393B核潜艇这一阶段, 中国核潜艇技术又完成一次蜕变, 根据网友提供的CG想象图可以推测, 093B拥有24个导弹垂直发射单元, 能够发射英机-21、英机-18等反舰导弹, 在反舰能力上又提升了, 精彩的地方又来了, 如果093B真的配备了英机-21与英机-18反舰导弹, 它将是全球第一款配备了全色型高超音速导弹的攻击型核潜艇, 美国没有,俄罗斯也没有, 这重点再强调一次, 这意味了中国奥斯全球的高超音速反舰导弹, 除了陆机型、空射型、舰艇发射型, 又有了水下的潜艇发射, 这是领先,绝对的领先, 其打击威力比美军核潜艇改装后携带的巡航导弹强多了, 全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具备如此完备的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发射方式, 中国高超音速导弹普下一群神号, 可以任何发射方式打击美国航空母舰, 自从2019年, 通过东风-47高超音速导弹与国庆阅兵亮相以来, 仅仅5年的时间, 中国完成了陆海空与潜艇发射, 四位空间的高超音速导弹研发, 这又意味了中国拥有了在基础层面, 与美方攻击型核潜艇相当的武器平台, 到了这地步, 美方所谓的第三岛链不保呢, 由于核潜艇的远航与长时程的航行能力, 就连美国本土也不保, 不过093B以及往后的新型攻击核潜艇能够大量建造, 中国在常规武器作战方面, 不仅可以在西太平洋匹迪美日联合海军台内的有效压制, 大国竞争, 对手相辞, 最怕的是对手持续进步, 自己却是辞字不前, 美国攻击型核潜艇几十年来都没有什么进步, 其海狼级核潜艇也仅仅造了三艘, 当中国有了093B后1, 中国的造舰能力, 相信可以很快地在数量上追赶美方海狼级核潜艇, 说追赶, 那是客气, 除非中国很快就有了更新一代的明95新型攻击核潜艇, 在数量上超越, 那是轻而易举的事, 挥手中国核潜艇, 那是一部写满艰辛与挑战的残奇, 1954年美国成功研制出世界上首艘核潜艇鹦鹉罗号, 在美国格罗顿下水, 此艘核潜艇凭借其常规潜艇无法比你的隐蔽信号, 机动性强, 航行速度快, 活动范围光, 续航能力大等优势震动了世界, 想想看, 一艘悄无声息的核潜艇, 隐蔽在大海深处, 无人知晓它在哪里, 要死往何方, 这像是海中的幽灵, 触没在各大洋之间, 而临近的国家却无法得知它从何而来, 异域为何, 因此一些发达国家纷纷投入巨资, 重点研发核潜艇, 英国, 法国, 前苏联等大国都加入了核潜艇的研制, 核潜艇的出现, 给海上战略形式带来巨大变化, 也威胁住中国的国防安全, 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核潜艇, 才能保护自己的海洋利益和主权, 1966年, 中国海军奉命开始秘密研制核潜艇, 首批核潜艇研制人员, 集结了29名各行业的专家, 他们手中仅有的资料是两张模糊不清的核潜艇照片, 以及从美国和香港带回来的儿童航模玩具, 中国核潜艇的发展起步比西方发达国家蛮多了, 通过虽有核反应炉技术, 但核反应炉不能够照搬上空间有限的潜艇, 在那个资源锡圈, 联发技术被西方国家严密封锁的年代, 意味着一切都要从零开始, 前路漫漫且布满荆棘, 但中国的科研人员没有被困难下到, 他们怀揣着强国强军的梦想, 毅然踏上了这条充满未知的真诚, 经过四年的艰苦努力, 新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正式服役, 这一里程碑的事件, 标志着中国已然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, 此后, 中国核潜艇开启了小步快跑的发展模式, 从最初的技术模仿到后来的自主创新, 中国核潜艇在性能和作战能力上不断提升, 然而, 这当中还是存在一个技术问题, 核潜艇的静音性能, 中国核潜艇的静音性能远比美国与苏联的核潜艇差, 美国军方甚至嘲笑中国的核潜艇, 他们说, 中国核潜艇的静音性能差, 每一回中国核潜艇出航的时候, 刚驶出港口, 就像敲锣打鼓似的, 美国从西岸都听得到, 2009年, 中国093型攻击核潜艇公开亮相, 不仅在静音能力有了显著的提升, 还配备了强大的火力系统, 能够发射多种先进导弹, 具备强大的反接触, 趋于追尺能力, 彰显了中国核潜艇技术的新高度, 如今中国核潜艇技术提升, 成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领土主权的中流砥柱, 在水下默默护卫国家的安全, 此外, 093B核潜艇的现身, 更是标志着中国在核潜艇领域的跃升, 在未来的国际局势中, 中国核潜艇将扮演住至关重要的角色, 核潜艇作为核三位一体的关键一环, 具备强大的二次核打击能力, 在远洋作战中, 核潜艇具有超长的续航能力, 与绝佳的隐蔽性在广阔的海洋进行巡航, 敌情侦查, 支援联合作战需求, 中国核潜艇的发展历程虽然艰辛, 却是一部见证科技革新的历史, 也是国家综合实力不断提升强大的见证, 未来可以期待, 中国核潜艇的发展将不断令人惊艳, 随着科技的发展, 新型材料, 智能化技术等将应用在核潜艇的研发中, 进一步提升其性能和作战能力, 成为中国走向海洋强权的后奔, 093B核潜艇的亮相, 标志着中国综合军事技术已经到达新的境界, 接下来就看中国新一代的095核潜艇, 与美方的新型攻击核潜艇的较量, 那会是一场无轴迸推技术的较量。